黑团10号船长酷战袭击万国 黑胡子BS的罗 历史正文争夺战激烈开幕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金 海基王动画1093集金真心 本集内容全程炸裂 我们下面来看看详细内容 书接上回 红星团船只被迷雾中的黑团主舰杰出去路 本集一开始 基地潜水号即被海面之上巨大动静 逼得不得不入海躲避 独Q独苹果 黑胡子的攻击接连而至 漏水潜艇内红星团众人忙的团团转 唯有船长罗一言不发 不知道在干什么 下一刻 四皇主舰甲板上 意气分发黑胡子登上船头 其掌心有大量星红闪电宛如千鸟思鸣 一阵凝笑之后 地骑举拳猛杂 振振果实之力撕裂空间 顷刻将那股足以颠覆世界的力量 果斜扩散霸气穿透大海 由此产生的 自四面而来水压攻击几乎要将潜艇压碎 红星团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船员们见状不禁求救 船长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你说句话啊船长 奇怪的是 眼下罗的状态似乎非常不好 他咳嗽勉强起身 身体开始发生诡异的变化 带他一线披风突然转身 整个人居然变成女孩子 红星团众人大吃一惊 实际上不只是罗 被波已经变成母熊了 堂堂死亡外科一生 感受这幅非常不习惯的身体 不用猜 都是黑团狗的鬼 谁知他生气的模样 落入下起佩晶眼中 他们只觉兄弟你好可爱啊 恶仙罗火冒三丈 稍后两斗笔还像往常一样拥抱在一起 下起才发现 佩晶也变成女孩子了 佩晶之后是下棋 下棋之后是其他人 一眨眼的功夫 此处只能下红星女团芳心大乱 虽说搞不懂这什么果实能力在生肖 但经历核治过一战 罗已经从凯多大妈身上 却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设定 在过来的霸气面前 能力是没用的 陈竹在凶罗霸气全开 以心之力冲击全身上下 借此对抗果实能力的影响 只能说不会是价值三十亿的新生代代表之一 竭尽全力巴西不仅承让他身侧 甚至充满船舱 扩散到潜艇之外 最后正如若所料 他成功恢复男人生 其他船员不是怎么的也一并恢复了 至此 先前危机证明 在海上对抗黑团注定只有死路一条 罗只好下令让部下们登陆最近的岛屿 看看有无反接几回 而就在他们身后 黑团逐渐紧随而至 毒Q骑着长出翅膀的壮壮徘徊半空 原来刚才让大家变成女人的病症 就是由他这位毕命果实能力者出手传播的 不仅病毒会传染 连免疫病毒后的抗体也会传染 这集解释了为何红星团其他人会随船长复原 远处范奥卡咧嘴一笑 作为顺移果实能力者 将同伴送达岛上战长是他的人物 幻影未落 G一手与肉顿巴刹斯同时消失 在看时 岛上四处奔逃的红星团诸位 被山脉锻炼的巨大动静吸引 那山巻锻炼处好像有人 恰实莉莉果实能力者巴刹斯立扛山分 他的脸已经被萨伯毁去一半 用面具遮掩 可当下嘚瑟却是挡不住分毫 光是看着三人出动 红星团当场汗流夹背 怪力 传染 瞬间移动 各种好用的能力 竟由黑团狩猎能力者行动汇聚一处 怪不得他们的赏金在一直暴增 没有任何废话 巴刹斯直接将手中山分丢向红星团 根本没功夫考虑对方是否还有伏兵 罗抽出佩刀鬼窟 以Room包裹巨山 把他及时分割成无数块 暂时化解第一波攻势 可黑团酝酿已久 怎么可能轻易让猎物逃脱 熟悉小人自背后传来 罗转身一看 心凉了半截 背波等人相继看亮空中 那位按下独Q头颅 挤在妆容背上的庞大身躯 不正是四皇中暗之一级 黑胡子弟齐 你怎么会在这里 罗大声贺问 黑胡子一点不及 道仙与我们都是 极恶世代套起近乎来了 这可苦了他胯下 壮壮和毒Q 毒Q爱马心切 若若提醒船长 壮壮和我受不了了 曾经老若病马 如今已经是 麻麻果实荒用种 天马形态能力者 黑团的果实分配着实奢侈 不驱管毒Q的哀求 地气缓缓道明来意 原来他早就想到 打败双簧的陆飞 基德 罗会从这里经过 这才有了守在 圣者岛一亿代佬的计划 说起凯多大妈之倒台 并不回答 此地此景正是合适 圣者岛上绝出圣者 既然必无可避 那就殊死一搏 谁想谁的红石 一切由最终的圣者决定 双方激战一触即发 射击黄节战斗 绝非一般人可以介入 罗首相同伴们 前驱驾驶潜艇离开 自已独自走向阵前 跳过试探环节 罗起手就有 觉醒机阿隆包住敌人 然后隔空一刀 将惨戏蟹天马轻松解断 黑胡子看了有些意外 这怎么和情报上说的不一样啊 封闭的合治国战争 为使关于罗觉醒情报外泄 蒂奇也是第一次见到 这才开局吃鳖 堂堂四皇身不由解 追向下方大海 看到红星团成人倍感振奋 可罗明白一切哪有这么简单 黑胡子朝周围 ROOM空间就是一击震破 过量霸起来震动 加持下撕裂天幕 瞬间撑破罗的领域 破碎空间如一张大网 去世不减铺满地面 岛上山分接连化为积粉 整座岛屿都成了 随震波荡的扶贫 红星团于天灾面前勉力支撑 恐怖的是 他们甚至不在攻击中心 看着被黑胡子一拳 压住了球状区域 罗赶凯蒂奇真是个怪物 不远处 独Q意在坠落 他本还以为撞撞被砍死了 直到看他四腿乱灯 才松了一口气 蒂安安的传意攻击方式 一如当年 简单从怀里 掏出爆炸苹果的果然 抛下一颗颗炸弹 试下黑团干部何其出名 可能红星团早有耳闻 因此提前躲避 已经进入海里的下棋 猛吞一口海水 以一枚枚水球半途将苹果拦截 火光煞死在头顶炸开 都说红星团全靠罗一人撑着 但不要小看北海吉安港长大的其他人啊 论水战能力 红星团不太怕的 海里有潜领配合佩金下棋 洗下黑团船只 甚至倒上 若举刀迎接黑胡子下一轮攻击 其他伙伴也在发挥作用 贝博凭借过人听力 发觉范悟卡准备偷袭 所以紧急呼唤巨人强霸弩替传扬挡枪 话说范悟卡你这攻击力也太水了吧 根本不带破防的 诱惑者说 是强霸弩的防御力着实不错 回到罗的视角 他很放心把后背交给同伴 看也没看范悟卡一眼 抓紧时间让卷影机K-ROOM覆盖刀身 错位的空间拉长鬼窟 正好一刀刺引黑胡子的肚子 地起乍一看 觉得攻击似乎不痛不痒 却没有意识到真正杀招尚未开始 从刀柄为止起始 无形波动自内部爆发 黑胡子必无可避 弯弯整整感受了一步 来自体内全面冲击 他可没有大妈的防御力 前岸果实让他比一般人还要敏感 下方范悟卡见状十分无语 哪有每次有投铁往前冲 然后吃憋的死黄啊 追手只得放弃自己的战场 顺移到船长身边帮忙 当问起要是否回到船上 刚进入状态黑胡子 给托继续冲脸答案 他禁止落到罗的身边 和罗闲聊几句 在罗看来 黑团这种全员能力者阵容缺陷太过明显 大海截日你们的死绝 地气则觉得 高风险同时 高汇报已经值得 恶魔果实在爱的强大毋庸置疑 两位船长之战尚未结束之际 镜头转到其他地方 佩金下棋试图从底部弄成黑团主舰 其他伙伴驾驶潜艇跟随 发射鱼类与以配合 接连爆炸在海面上激起巨浪 船上众人自然有些惊慌 但船舱内小罗罗们似乎已经习惯了 但便继续喝酒 他想关在大牢内女孩吹去黑胡子的墙大 布林不以为意 要是我妈还活着 你们怎么敢说这种话 可惜外面黑胡子对阵呢 正是将大妈拉下王座的罗 他的反击有些苍败无力了 旧皇注定陨落 否则时代无法前进 没想到连黑团守大牢的小兵 都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那么布林又是怎么被黑团抓到呢 库赞与范奥卡入侵了万国的可可亚岛 布林居住了巧克力阵 整个被化为兵雕 负责留守将近克力加经理迎敌 然而范奥卡一枪一个饼干士兵 此处为动画组原创 貌似把饼干士兵也削得太弱了 总之克力加最后面对库赞冰冻 根本没有任何能给予反击的手段 只能眼睁人看了两位强敌带走布林 事后此导惨状还是由布雷发现 动画补权肥业中没有说清的库赞两人入侵的目的 他们到万国 本就为了帮走布林来的 因为三岸族拥有解读历史正文的能力 布林对此心知肚明 本集最后 罗和黑乌子大战消息传到海军本部 赤犬说的消息后非常不爽 南城要等他们打完 真是让人焦虑啊 就这么一小话的时间 罗和黑乌子的对决越发白热化 两人战斗波动先飞地表 露出更深的岩石层 满天石块被罗投向黑胡子 全被帝奇一一干碎 梁在一地狼藉中刀拳相交 一时僵持不下 可是帝奇他并非单能力者 这是最赖皮的一点 因着罗有些小慌的注视 暗暗果实之力掌控黑暗悄然流淌 以上就是1093节全部内容了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